把每件事物都拿来修行 望有缘看到这个视频的朋友都能随喜订阅人间修行录频道 点赞并转发本视频 让更多的有缘人加入修行的队伍 就是成就不可思议的法不失功德 若我们如实觉之眼 耳、鼻、舌、身、翼六根 那么它们都是生起智慧可用的素材 若我们无法如实觉知它们 就会否定它们 宣称不想见色或纹生 因为我们会受到干扰 若切断了这些因缘 我们要凭借什么进行思维呢 因此 佛陀教导我们要防护 防护及世界 有防护感官的戒眼 耳、鼻、舌、身、翼 这些都是我们的戒和定 想想舍利福的故事 在他成为比丘之前 有次看见马圣长老正在拖拨 心想 这出家人如此不凡 走路不疾不徐 衣着整洁 微移庄严 舍利福受到鼓舞 驱上前去致敬 并问道 抱歉 长者 请问你是谁 我是一位沙门 你的老师是谁 我的老师是乔达摩尊者 乔达摩尊者教导什么 他教导一切事物都从因缘生 当因缘灭时 就随之熄灭 当舍利福问法时 马圣比丘给了他这简短的关于因果的解释 诸法因缘生 有因才有果 若是果熄灭 必是因先灭 他虽然只说了这些 但对舍利福而言已经足够 这是一个佛法生起的因 那时舍利福六根巨足 拥有眼 耳 鼻 舌 身 意 若无感官 他会有足够的因已生起智慧吗 他能觉知任何事吗 但多数人都害怕感官接触 无论害怕或喜欢 我们都未从中发展出智慧 反而通过这六根放纵自己 贪图感官享受并迷失于其中 这六根可能又使我们强恶与放纵 也可能引导我们获得知识与智慧 因此 我们应该把每件事物都拿来修行 即使是不好的事 当谈到修行时 我们不止针对美好或令人愉悦的事 修行并非如此 在这个世上 有些事物我们喜欢 有些则否 通常我们想要和喜欢的 即使对同修的比丘与沙迷也一样 我们不想和不喜欢的比丘或沙迷交往 只想和喜欢的人在一起 你了解吗 这是依自己的喜好在做选择 通常只要是不喜欢的 我们就不想看见或了解 但佛陀希望我们去体验这些事 世间解看着这世间并清楚地觉知他 若无法清楚觉知世间的时相 我们将无处可去 活在这世上 就必须了解这世间 包括佛陀在内的过去的圣者 都与这些事物一起生活 他们活在这个世上 在凡夫之中 就在这里达到石像 而不在他处 但他们有智慧 能防护六根